- 郭珈其 安娜 你怎麼說? 她怎麼說的? 你說話 她拒絕我們了 你怎麼說話? 他怎么说的呀 他说 他说他同意我们改版 真的 真的 他同意了 他决定注资了我们的 支持我们改版 太好了 再给你看一下东西 这什么 和我们之前调查的一样 宋雪确实有问题 他私下和安娜同情 透露我们资金的问题 股东安娜收购我们的软件 从内部跟他交易 就安娜跟你说的 安娜虽然是想吃掉我们的项目 但她一直很忌惮宋雪 宋雪轻易背叛公司 这种人她不敢相信 我们现在合作达成了 她就当送我一个人情 这里面 是安娜和宋雪的来往记录 一切都是最好的开始 因为有你 一切才有可能 杜家鸡 什么事儿 不是 你怎么不敲门 你们那啥的时候 为什么不在门口挂一个请屋入内啊 叶人 你找嘉欣有事儿啊 我怀疑安娜和宋雪 礼应外合 我们公司有内鬼 就是宋雪 宋雪 爬啊 说说 你生孩子大无动了吗 效果怎么样啊 打了 能不打吗 瞬间上天堂 瞬间上天堂 什么意思啊 打了以后 你就没有那么疼 虽然我没有录到什么有效的证据 但是我怀疑他们不是没有一点依据的 宋雪的危机爆发之后 她迅速地回到公司 取代了姜月的位置 宋雪在危机爆发之后 立刻回到公司取代赵总的位置 这很难不让人怀疑 这很难不让人怀疑 这不是她自己在背地里操作的 另外 回到公司的时机 为什么偏偏在金燕生病休养的时候 这也太巧了吧 宋雪如果抓住这次机会 促成公司收购 她就很有可能 她很大概述 会尚未成功 按照她的心意 自己的心意来控制了温奥 总而言之 宋雪这个人非常可疑 建议你们一定彻查 约然 你说得非常好 其实我们已经掌握证据了 安娜已经给我证据了 并且江月已经发现 前金燕离婚也是宋雪在操作 这个宋雪真是个害群之马 可是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啊 金阿姨明明对她很好 前几天 听几个做生意的朋友说 宋雪她老公家公司 马上就要破产了 宋雪应该是迫不得已 重回职场凭杀了 可当初是她几拨头 想要进入豪门 靠身子上位 现在又要靠出卖公司 来获取个人利益 这种人真是太让人看不起了 变成为了 支持我们下期再见 支持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变成为了